香港反送中情绪持续升温 昨天大批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抗议修订条例 他们围堵中联办向牌匾丢鸡蛋 甚至用墨汁泼洒国灰情况失控 迫使警方不得不暴力镇压 那之后在今天的凌晨 更有大批白衣人在元朗港铁站痛欧民众 超过40名反送中人士遭人狂打至重伤 而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急 香港人在脸书上流传了多张照片 显示港警知道白衣人会闹事 但是却没有出面阻止 明镇发起的最新一轮反送中游行 昨天下午三点多 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起步 终点原定在湾仔 不过傍晚七点多 部分示威者并没有按照指示自由解散 反而陆续占领西环中联办门口的道路 上百人围堵冲击中联办 除了向台扁丢鸡蛋 就连国徽也被丢上黑色漆蛋 墙面也满是侮辱性的涂鸦字迹 现场除了乱还是乱 期间有人试图冲进办公大楼闹事 眼见示威者已经踩到底线 警方当下也唯有发射出力弹和橡皮子弹 震惊给他们 但是没有想到 中联办示威内边乡才更落幕 香港新界的元朗地铁站 就发生上百名白衣人手持武器 疯狂袭击黑衣示威者的血腥事件 白衣人一脸凶神恶煞 各个下得躲向月台和车厢内 即便有市民叫他们不要动手 免得伤疾无辜 但是白衣人根本听不进去 直接拿着木棍和铁条上演全武航 现场完全失控 只见现场血迹斑斑 许多人流血挂彩 伤者除了有青少年 还包括孕妇 以及民主党立法议员林卓廷 虽然警方事后赶往支援 但是却以警力不足够为由 而没有逮捕资市长 这让港民非常不满意 更狠批警方见死不救 也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传一组照片 证明其实香港警方早已经知道 白山军策划闹事 但是不加理会才会发生流血冲突 香港医管局表示 共有45人在事故中受伤 22人目前还在留院治疗观察 其中一名男子情况归待 港府最后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同时强调香港作为法治社会 绝不能容忍这种乱象 誓言定会追究到底 将涉案者绳之与法 MDB7综合报道